上一回我们做了这个关于大灯的知识影片 我们获得了非常多的反响 有些网友想看看 鲁素灯泡的车换的 LED 灯是什么效果 还有怎样去更换这个头灯主 所以呢 我今天就打算做这个影片 因为我的车已经 7 年了 然后这个原装的鲁素灯泡我从来没有换过 它已经越来越暗了 所以我找了一套灯泡 打算换上去 然后让大家看看效果 以及让大家看一下 怎样更换头灯主 看下去吧 首先 跟换大灯前你要知道你的大灯用的灯泡是什么型号 就像我的 Proton Iris 它是用 H11 然后有些是什么 H1 啊 H7 啊等等 你要弄清楚你的型号是什么 还有呢 在拆大灯的时候一般上这个大灯会有个保护壳 可是我的呢是直接连着一个 socket 你是要把这个 socket 拆掉 转一圈就可以把灯泡拔出来了 还有一点就是装灯泡的时候请注意你的手指千万不要摸这个玻璃 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会造成这个玻璃损坏 然后接下来你把这个灯泡拆出来就可以了 而且呢我不需要讲一下以前的 Proton真的很慷慨 这个原装的灯泡竟然是Philip的 怪不得用了七年还没有烧掉 所以接下来就要换上这个 LED 的灯主看一下效果了 好啦 现在这个大灯就装下去了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LED 灯跟卤素灯泡有什么差别 Go 不知不觉我用了这套灯泡已经一个多月了 你看我头发不一样我衣服不一样就知道已经用了很久了 像我来分享一下这一个多月我对这个灯泡的感想 首先我想让大家最疑惑的就是 LED 灯泡会不会照到对方看不到路或者是很刺眼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好 因为其实这个灯它本身就有一些切割现在 所以其实那个灯不会射的太高不会太闪 然后加上我的这个头灯主其实是Projector 的头灯主 所以这个光速控制的其实是还好的 所以如果是普通的Lobin 的话 在一般的行驶上它并不会造成太亮的光芒 影响对方驾车这样子 而且最主要是如果是我用了这个灯泡之后 我在比较暗的地方 尤其是这种Kampong 地方开车的话 确实那个照射方位是比起以往还要好很多 所以我其实有一点点后悔为什么没有 早点换这个LED 灯泡 因为这个照射效果真的是不好 尤其是像我一样晚上常开车 而且在Kampong 地区开车的人 然后接下来有一点就是这个灯主其实有一点点的 巧思设计在因为 我们都知道LED 其实是蛮热的 它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散热单元 所以其实那个灯泡的后面呢 它有一个小的散热风扇 只要你一通电一开灯它就会马上启动 然后来帮这个灯泡进行一个散热的工作 所以实际上这个灯你不用担心它太热会烧掉 因为它是有一个散热的功用在 所以就算你长时间的使用都好 它都是OK的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边应该会问我用的是什么牌子的LED灯泡 但是我用的就是这个 Nava 来自德国的牌子 所以这个牌子有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 74年 他们成立于1948年 然后在1969年呢他们就开发出了 第一款的这个鲁树灯泡 之后他们持续在这个灯煮上面进行研发 包括了采用这个石鹰玻璃 来作为这个灯壳的材质 然后还有硬化玻璃让这个车灯更耐用 所以大家是不用担心这个灯泡的这个 品质问题 因为他们是一个老江湖了 而且他们是专注在灯煮的研发上面 而且不只是汽车的灯煮 摩托车的灯煮 他们也有 重点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盒子后面 它有标示了这个Standard的鲁树灯泡 跟这个LED的灯泡差别在哪里 而且重点标示了LED灯煮的使用寿命会更长 如果想今天你只是不喜欢LED灯煮 你真的担心LED灯煮太亮的话 其实Nava 也是有提供着一个鲁树灯泡的选择 也是不同的车款都有不同的灯煮可以选择啦 而且它的这个鲁树灯煮也会比起一般的鲁树灯煮还要亮不少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今天你打算换灯的话 那么这个品牌绝对可以考虑的 因为我自己用着 我也觉得还不错 在这边有一个好康要推荐给大家 如果说你今天也想换灯的话 那么你可以使用我们的Promo Code 然后在影片的下方有链接 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购买这个灯泡 不过大家要记得哦 选对车款才是最重要的哦 因为每一款车的灯脚其实都不一样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记得哦如果要换灯泡的话 千万要注意 不要造成他人的困扰 像我这样有Projector 我还测试了一下 基本上这个灯煮真的不会造成人家困扰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